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说的话题是说我的政治倾向 有的网友说我是偏左的 但是有的德文又说我是极右的 所以就非常难以定性 其实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是什么的政治倾向 接下来我就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呢 我想再补充一点 昨天我不是做了那个话题吗 就是一个帝国的崩溃 因为从各种各样的迹象可以发现啊 就是美国做一个帝国正在崩溃当中 崩溃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消失了 而是这个国家可能它会有种相当于破产 变成一个不是帝国 而是变成了可能很多不同的小国 或者是说它这个国家没有崩溃 但是整个国家可以说是相当于准破产 那种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并不是凑热闹 因为从我过去这可以说吧 过去三四年的观察 我发现美国这帝国确实是在下降 在崩溃当中 既然西方唱衰中国唱了几十年中国崩溃 但是从各种迹象表明 其实呢在崩溃的不是中国 而是比如说美国这帝国 所以说既然有中国崩溃论 那么肯定会有现在有美国崩溃论呢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迹象 已经表明这个国家是在崩溃当中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 你这个民主制度那么先进的话 能够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奇葩人物 就说明你这个政治制度 肯定存在非常大的缺陷 对吧 更可悲的是 美国这个国家 现在仍然存在大概一半的人 他是支持特朗普的 也就是不管我们作为外人来说 这个人有多么奇葩 但是呢 美国人他觉得他就总统 是值得当美国总统 这点我觉得就让我们深思了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例子 是真真是存在的啊 就是我在洛杉矶 有个美国的黑人朋友 他就是我认为啊 他虽然不说 他就是挺特朗普的 他自己是黑人啊 挺特朗普 为什么我知道他呢 因为我跟他谈到过两三次 政治方面的话题 比如说我问他 像美国这帐篷洛杉矶帐篷城 我说现在报道来看 现在美国无价可归的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洛杉矶的帐篷城那里 可能在街边露宿的越来越多了 然后他就大骂民主党 说民主党是那个老鼠 因为Democrats 他们把那个ret 老鼠那个词 那个ret 大写 就说明他把民主党人当 他把民主党当成老鼠来看待 很明显他政治倾向 肯定是共和党 然后他亲口对我说的 通过WhatsApp 他说2020年美国的选举是被偷掉的 是被拜登偷掉的 就是说 他说话的口吻 跟美国的媒体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跟特朗普那些人 跟特朗普自己一模一样 他现在还认为2020年 美国的选举是被偷掉的 另外 按照美国最新的民调 共和党的那些选民 支持拜登的 只有个位数都不到 90%多 90%多的共和党的 那些选民都不支持拜登 大家想想看 这个国家 它的内部分力有多大 还有一个帝国崩溃的另一个 特点我昨天没有讲到的 就是一个国家 穷兵独武 花了那么多军费在军事上面 在世界各地驻军 这个成本有多大 美国人均啊 美国人均花在军事方面的开支 大概相当于中国的 应该是10倍左右 而美国一个国家是3点多亿人 3.3亿 它的军事开支是7700亿美元 中国是2600亿左右 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一点 它的人口 不到中国三分之 它的人口应该是对 四分之一 可是呢 可是呢 军事是中国的三倍多 也就应该是对 人均是12倍左右 如果数学没有计算错的话 这不是穷兵独武吗 军事开支 占了人均GDP 没有计错的话是3.9%还是4.9% 而中国是1.9% 那这样的话美国是4.9% 非常厉害了 在世界上那么多军事基地 难道不要花钱吗 如果这过去那么多年 花费了上多少万亿的 这个军事的开支 假如把这些钱 全用在美国的基建上面 不知道美国现在 先进到什么程度 对吧 但是这些西方的政客 美国的政客 还说是美国帮助 把中国建立起来了 用美国的钱 把中国建立起来了 这太可笑了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应该是有5个航母群 在南海周边 占游鱼 可以想象啊 一个航母战斗群 每次出去操练 要花多少钱 补给 汽油柴油 各种各样的开支 要多少 一个1亿 5个就是5亿 每次啊 一年搞几次 那就几十亿美元了 这是在南海的操业 其他国家 还有其他地区呢 对吧 不过你即使过来 耀武扬威 在南海这样 或者台湾海峡 你敢打吗 绝对不可能吧 对吧 你越来的多 可能对中国反应越好 一个是让中国人更加团结 另外呢 消耗你自己的财力啊 花的是你自己的钱 有的网友们说了啊 有的网友们说了啊 他说过去呢 美国虽然花了几万亿元 或是十几万亿元 在军事方面 还有打仗 但是钱 进了美国人的腰包啊 这点 虽然可能你不分队了 但是进的不是美国人 全部人的腰包 而是美国军火商的 军工复合体的腰包 是富了一部分 小部分人 而绝大多数美国人 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 所以你才看见了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在街上无家可贵 做街友 就这个原因啊 自己说是世界上 最强的国家之一 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可是你看看到底怎么样 那么多人无家可贵 还有铁道游击队 对吧 为什么会产生铁道游击队 就说明这个国家的 它总的那个道德 已经沦丧了 还有呢 无法无天 法律已经失去了效力 因为美国的法律 现在规定了啊 像加州的 美国的 纽约的 每一次950美元以下的 只当做小的犯罪 不绝究了 它的监狱是民营的啊 就政府的监狱 就是包给 私人公司去 经营 就是民营化 或是产业化 监狱 人满为患 装不下了 所以只能够是 一些所谓的小偷小摸 950美元啊 它就不算什么大的犯罪 也就是说犯罪 零成本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这个国家的会治安 到底会差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看见那些铁道有机队的时候 你跟如果不说是哪个国家 你绝对普通人绝对不会想到 是其他国家人绝对不会想到啊 是发生在这个目前地球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 如果不告诉我 我也不会相信啊 这是美国人自己爆出来的啊 在推特上面 一个国家道德沦丧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绝对是没有希望的 那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对吧 所以说美国正在崩溃的路上 是有道理的 不是耸人听闻啊 好了 那我现在说到我的政治倾向吧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复合体 因为在有些政治的观点上面 我觉得我是有点偏左 对吧 觉得是我自己的出生有关系 因为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最边远的农村 我从农村出来的 我知道在中国 大概的评价中农 底层的民众 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况 所以 我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 当然会考虑到 咱们全世界的劳苦大众的 利益 可以这样说吧 那么从这点来说 我可能呢 是倾向于比较左派一点 因为左派就是 为了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还有普通的 那个工性阶层的利益 但是同时在德国 我在应该是两年前两年多前 我做过一起节目 就是跟我一个德国的忘年交的一个好朋友 就绝交了 那是2015年的时候 2015年在德国发 或者欧洲呢 发生一起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就是当时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 他做了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 接收 接收 所谓的难民 所谓 我为什么说所谓呢 因为真正的难民是来不到欧洲的 他们没有那个钱 能够来欧洲的都是 他们那个当地稍微有钱的人 因为 偷渡一次 或是要逃出来 要花至少好几千欧元 好几千欧元 对很多穷国人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啊 能够有这个钱的人是少数 所以我说了 能够 来到欧洲的 他们不算真正的难民 而默克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当圣母表啊 想当欧洲的表率 我觉得与德国的那个二战 一战二战的历史有关系吧 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反思过了头 整个教育出了问题 加上又是美国的准殖民地 对啊 现在德国有大量的美国的军事基地 核武器也放在也放在德国 所以德国实际上是跟美 呃 更不是跟美国 跟日本有点相像的国家 就是没有自己的很多的主权 很多方面只能够听认美国的摆布 没有办法 谁叫你是战败国呢 对吧 不仅是德国啊 你看欧洲 我觉得除了法国之外 法国它是武装之一 它有核武器 所以法国它算美国的半个殖民地 其他的都是算美国殖民地吧 可以这样说 法国有的时候讲话 它能够硬气一点 但是像德国啊 还有欧洲这些小国都都不硬气 所以都听美国的摆布 回到2015年 德国接受了打开国门案 那时那所谓的难民蜂拥进来 这些难民他们的宗教肯定是跟欧洲不太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 我就不用细说了 对吧 还有他们之前的教育水平呢 他们的那个世界观呢 也是跟欧洲跟德国格格不入的 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隐患呢 不管是宗教方面的冲突的隐患 还有融入的隐患 今后呢 还有可能生育方面的人种 另外呢 宗教 他生育的越多 他信仰那个宗教 导致以后他的人口 这个比例就越来越高 欧洲或者是德国 又是选举制的国家 对吧 他的人口越来越多 他到时选举出来的 那政客肯定要倾向他那边 人家才会投票给他嘛 所以 我把我这所有我的那个忧虑 告诉我 我这个德国朋友之后 跟他讨论 他就觉得 他说啊 你自己就是个外国人 你还这么极右 所以 他就斩定截腾的说 对不起 我们之间友谊到这尽头了 我不想跟一个极右分子在一起 你想想看 我做一个外国人 被他骂成极右 还被他断绝了朋友关系 这是德国人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这个原德国的好朋友 大家也看到了吧 刚才这种古巴 这种我们说是货车吧 都改装成了 相当于一大巴一样拉克的啊 因为那个古巴被禁运了 那个车辆进不来 加上又没有钱买 所以还是用革命前的那些老的交通工具 没有大巴 又没有钱买中国的雨通 那怎么办 只能改装了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 大货车改成了装人的 这是古巴特色 好 咱们回到了我的政治倾向这里 我真的啊 被德国人骂极右 你说 是不是特别讽刺呢 其实 我是站在德国的历程 为德国的利益考虑啊 可是呢 他这位德国人 就认为我是极右了 然后呢 跟我断绝关系 这件事情呢 给我真的打击非常大 从那之后呢 我就觉得 德国你发生什么 对我来说 我都 no care I don't care 跟我无关了 德国怎么发展 真的跟我无关 我只是要管好我自己 还有我的家庭 我退休之后 我不一定要住在德国啊 我可以住在其他国家 对吧 我觉得钱是地位的 你没有钱 什么寸步难行 在德国也一样 我在以前不少的节目也提到了啊 就德国的退休老人 贫困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意识到这点 我现在就是努力每个月存钱呢 以便让自己退休之后 我的日子好过一点 我能够独立 我想去那里就去哪里 我想回中国就回中国 想去其他国家度假 就去其他国家度假 比你得普通德国人潇洒的多 我想做的就是这个 气死你德国人 我的那位前德国好友可以这样说吧 我发现了它是极左 德国的极左 真的是极左 它是六八一代 德国六八一代 知道德国就知道 它是非常左的 是非常崇拜 当时中国搞文革的 而我们知道 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小粉红 不知道到底文革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经历过 所以我知道文革在中国是绝对是错误的 这是我的观点 你同不同意是网友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我允许我有我的观点 当年中国的文革 真的 大错特错 毁坏了非常多的文物 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被打掉了 知道吧 当时的那个知识分子叫臭老酒 臭老酒需要被消灭的 所以很多当年好的老师学者 都降掉了 这是历史很纯重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十几二十岁的 对那个真正的历史不了解 看的东西不够多 因为我自己是自己经历过来的 然后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受害的人 所以我知道 另外说到文革 说到61年 61年和文革是两回事 又61年或是59年到61年 这两三年是 所谓的自然灾害 就是大饥荒的时候 中国确实饿死了不少人 具体多少 我也不好说 肯定是饿死了 我是那个年代之后出生的 但是我母亲这个人 他绝对不会向我撒谎 他就说了 我们村饿死了40多个 我们邻村也饿死了40多个 40多是什么呢 在我们村是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啊 因为我们村现在是700多号人 当年起码也有500多号人吧 或者是400号人吧 我是这样猜啊 我们邻村也是跟我们村差不多 也就四五百人 也死了40多个啊 这是我们村 或是我们地区的一种情况 说来说远了 广西当年真的出现过 人吃人的这种现象 虽然是少数 但是出现过 这是 我不觉得是不是我母亲告诉我 这点我不敢说 我不敢肯定 当时人吃人是什么呢 就是呢 要交换自己的孩子 要跟别的人交换 因为自己吃不下 肯定吃不下 每个正常的 正常人心里的人 肯定吃不下 所以要交换 跟人家交换孩子 想起来好可怕 不过这些段 黑暗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 也不能否认 过去中国犯了错误啊 这点我觉得也应该承认 我相信 也是承认了 不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 我不想再深入下去 反正就是说 很多东西 我们不能够否认它 历史的东西 历史就历史 只要 我觉得不管是哪个 政党也好 还有执政的政府也好 个人也好 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犯错误 人也一样 政党一样都会犯错误 但只要能够敢于承认错误改进 我觉得就是好的 然后向人民 有个交代 对吧 我的家庭也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母亲那边 原来我母亲的父母 就是被化成了地主成分 然后我们母亲家 我母亲家里面 有两栋炮楼 在当地最好的 被没收了 后来就前大概20年左右 十几年20年 政府投资 把它又装修好了 然后把管理权交给我的 那个我舅舅的孩子 因为我舅舅不在了 我舅舅孩子 我表弟他们 交给他们管理 相当于 政府已经 相当于是怎么说呢 县杰承认了当年的错误 对吧 能够把这管理权交回给他们 先政府花钱把它装修好 交给他们 就说明政府做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 承认错误 然后呢改进了 这点就好啊 所以不管是我母亲 还有我表弟他们呢 对政府这种做法 表示非常高兴 政府有这个大 有这个度量 有这个勇气 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跟政府签了合同的 这交结的合同签了的啊 好了 说远了 就是我这个朋友 他就跟我可以说一刀两断了 他是极左 而他说我是极右 所以你看 我自己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我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了 我既有左的方面 也有右的方面 我为的就是我们最全球最底层的人 我是站在他们的利益这边 我不是站在资本家利益这边 而是劳苦大众 这是我的真实观点 好了 网友们 我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现在天越来越黑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